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八十八章 夜半无虚席 洪志皇帝瞳孔开始收缩 依旧是现得不可置信 或许 只是撞了运气吧 否则这方继帆几日的功夫 而户补数十个纹粒 却都是精通算术之人 更别提他们花费足足半个多月 才算出了数目 他方继帆莫非真的是文曲心下凡不成 方家还真有这个种 他眯着眼 眼眸里透出金光 接着继续比对下去 撕的数目也是有所差异的 一个是七十九万五百四十斤 而另一个则是笼统的七十九万斤斤 不过这五百四十斤的偏差 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因为钱粮和私部入库运输入库的过程中 还会产生损耗 因此理论上而言 无论是户部核算处的数目 还是方继帆核算处的数目 其实都是没有错的 红之皇帝手臂竟有些瑟瑟的颤抖 那个家伙还真是文举星下凡不成文 文举星这人造了哪辈子念啊 下了凡尘 竟附身在这么个不靠谱的人身上 他眼眸微微眯着 专心致志 一个一个数字进行比对 越比越是心惊 因为几乎每一个数目 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出入 等两个部子巨多翻到底页 红之皇帝才一脸恍惚的抬谋 幸好似做了一场梦一般 茫然的抬头 看了一眼猪后照 再看了一眼李东阳 李东阳已经察觉到了异状 不过他历来沉得住气 心里却还在嘀咕 怎么莫非这两个部子 不对 他很快否决这个想法了 他是户部上述 千两核算之事 他再清楚不过了 倘若方济犯一个人 几日就可以算出 那么整个户部南北当方数十人 不都成了吃闲饭的了吗 可红之皇帝倒吸一口凉气 难难的说 一般无二 一般无二 李东阳如遭雷击呀 他倒不是极闲赌能 只是实在想不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诸后赵瞪大眼睛 一般无二 也就是说 老方没算错 父皇 儿臣怎么说来着 儿臣怎么说来着 儿臣早就说了 父皇昏溃 目不识人 你看 果然没有错 儿臣就知道 老方不会骗儿臣的 他张狂大笑着 喜悦的过了头了 红之皇帝在惊察之后 反应了过来 看着张牙舞爪的诸后赵 眉头微微一沉 眼眸中掠过一抹蜂芒 这蜂芒似诸后赵面前一扫 诸后赵心中一脸 突感觉自己厚筋发凉 张狂的脸 竟一下子变得温顺起来 他双腿一软 啪哒一声跪下 儿臣万死 父皇盛名 洞察秋毫 有诗人之名 毫无犹豫地认了怂了 心中却得意到了极点 老方为自己争了一口气 洪志皇帝若有所思 又低头扫了一眼暗渡上的步子 深吸了口气 给李清家看看 冠冠忙是取了步子 转交给李东阳 李东阳忙是低头去比对 片刻之后顿时惊诧莫名 时尚竟有这样的亲人 这方济帆 已多致近腰了呀 多致近腰可不是好词 李东阳忙说 臣的意思是 这方济帆实在不可思议 洪志皇帝寒手点头 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方济帆给互博修了书信 说要传授核算之法 这事李东阳提过 可是李东阳老脸抽了抽 有些瞠目结舌 良久才苦笑说 不错 可是死了 主部王文安觉得可笑 认为这是方济帆 侮辱户部南北当房 谁也没有将此事当真呢 其实这事李东阳提过 那时候洪志皇帝 当然没有感觉 可现在洪志皇帝 却猛拍暗冬 怎么能死了 为何就不细细看一看 真是不知所谓呀 可话刚刚出口 洪志皇帝突然感觉怪怪的 见诸侯照 也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 才猛然想到 好像太子当初送着布子来 自己和那王问安 又有什么分别呢 只觉得匪夷所思 将其视为胡闹 结果 洪志皇帝扳起脸 狠狠瞪了诸侯照 依 侯照啊 你去前宁宫 侍奉太皇太后 和你的母后 诸侯照想说什么 却还是吞了吞唾沫 乖乖地说 儿臣告退 待诸侯照一走 红志皇帝 朝随时的宦官使了个眼色 这宦官也是告退 暖阁里只留下 红志皇帝和李东阳 君臣相顾无言 其是二人内心 却还在震撼 方济帆这个小子 真是个妖孽呀 梁九远处竟传出鞭炮的声音 红志皇帝叹了口气 说 让那王问安 再去求核酸之法吧 告诉他 求不到 朕不饶他 李东阳心里摇里摇头 也只能如此了 这核酸之法实在匪夷所思 让人沉默接受 有了如此神奇的计算之法 何止是朝廷 便是地方的钱粮出入 也是事半功倍呀 臣存知 这 红志皇帝又沉默了片刻 方济帆此人 李清家 怎么看呢 这是第一次 红志皇帝 郑重其事地询问 李东阳对方济帆的看法 从前之所以不问 是因为红志皇帝心里 他不过是个孩子罢了 而现在 红志皇帝显然 再不将方济帆 当作孩子看待 而是真正地 将其当作一个 未来的大臣 看待了 李东阳 双目合起 沉默了片刻 却又双眸一张 此太子剑也 哦 红志皇帝 您是李东阳 李东阳面无表情 徐徐地说道 太子年少懵懂 太日刻机大统 正须有剑防身 方济帆此人 偶尔虽是胡闹一些 可老臣官他 主动向户部修书 传授核酸之法 可见此子 也是小得轻重的 此人 深不可测呀 将深不可测四个字 用在一个少年人身上 其实李东阳 也是有些无奈 随即又说道 正是一柄利器 若在太子殿下身边 陛下可无忧 竟是如此高的评价 红志皇帝还以为 李东阳势必会对方济帆 有所成见 倘若是谢谦 可能就认为 此子最有才 可是品格 却难免有所顾虑 而李东阳 虽平时话不多 却往往能口出其语 红志皇帝微微一笑 很想知道 李清家接下来的看法 李东阳又继续说 老臣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剑乃力气 既可伤人 又可伤己 红志皇帝心下意义 这可不是好话呀 对呀 只是一柄锋利的剑 确实可以伤人 用起来也顺手 可是 想想看 一旦此剑锋芒过剩 会不会害到自己呢 而此剑 最有意思之处 李东阳目光悠悠 殿中的烛火 倒映在他的眼底 他慢悠悠地说 此剑最有意思之处 就在此剑能伤人 却不会伤己 接着他赶开手 世上的明军和上将军们 都想寻一柄锋利的神兵 以此横扫八皇 可神兵虽是罕见于事 不可多得 却也未必是十全十美 多少人用了此等神器 伤了人 却最终又被剑所反噬 洪志皇帝若有所思 古往今来的教训 他岂会不知 于是沉吟不语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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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败家子》